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的是凤凰Uradio综合台三地化新闻 大家好 我是凡素 我是沈婉 我是贝芬 环球时报又火了 昨天呢他们有一篇独家的新闻 说是从国家的有关部门拿到的料 09年到2013年这几年间 台湾有三个间谍是已经被环球时报用了整版的篇幅 他们在头版头条刊登出了这三位所谓的间谍的大头照 以及他们的身份证号 说他们这几年间呢 在台湾大学 明川大学等20多间的台湾学校 通过这个问卷调查呀 提供兼职这样的方式呢 接触大陆的学生 再用吃饭送礼物这些方法 跟他们交所谓的朋友 之后呢 建立了感情关系呢 就有偿的索取大陆方面政治啊 经济啊 军事啊 相关的政策和涉密的信息 那么在大陆的学生离开台湾之后呢 他们又会给他们一笔费用 比如说你毕业之后想考公务员 好 那我就给你一笔钱 你以后考上了呢 就利用你考上公务员的这样一个渠道 就把官方的红头文件啊 一些机密的信息啊 有关政治经济军事 最好是军事 通通发给我们 那还举了很多的实例 就说呢 有女生 呃深陷其中 不仅呢 是当上了公务员 而且呢 还是被派到了东南亚这些地方 任公职 那么这个女生在派驻外面期间呢 也是不断的为台湾 搜集各种各样的情报 那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啊 昨天我看到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动静 但是仅仅过了一天 今天你再看新闻的话 香港 台湾 甚至澳门媒体 大陆媒体 都在集中的报道这个事件 我看到今天台湾 自由时报 我不知道这算一个什么好报纸 还是烂报纸啊 绿色的报纸 它呢就专门用射评的一个方式来报道 其他的篇幅不见得是最重要的这个位子 但是都是对这个事件进行了高度的关注 那我们看到现在官方也是有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反应 对 其实官方不同的反应 其实在大陆方面啊 大陆方面呢 呃 国台办就要求是应该立即停止策判的路程 嗯 那其实你看到台湾方面的态度啊 他就说呃台湾的国安局否认策反大陆学生 哦 这就正好一个相反的态度 但是我看 一个承认 一个否认 一个说你赶快停止 赶快停止 然后另外呢 我看到其实台湾的媒体还有一篇报道 就说这三名间谍被爆的这三名间谍 他们的身份已经现在属于这个军队里面的啊 有少将有中将 但是因为这个事件本身导致就是现在呢 他们是被就被迫的所谓退伍来去应急这个事情 哦 是吧 哎 我看到这个国安局方面哈 我也不知道这个算的这个反应是是温和还是强硬的 台湾国安局就说呢 我们和各个情报机构尊重学术自由和校园自治 从来没有假借学术的名义去干扰两岸学术交流和发展 也没有在校园内进行情报工作 因为他怕误会 他说你通过的方式呢 就是做问卷调查 他这方面呢 其实是这个学术的这个名义 就是学术的这个目的 他觉得大家不要想太多了 说问卷调查呢 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之一 我们国安局无权干涉 哎 但是接下来这句有意思了 他说呢 中共要求陆生返回大陆之后 必须向学校与有关机关报告 这显示呢大陆钳制人民言论与行动的自由 他不光是否认自己 还还把大陆当局也言骂了一番 那这是国安局方面哈 佩文怎么看这个事情 是大事吗 老实讲 我昨天去调了一下 我当年在做争论节目的一些 过去有没有整理过类似像两岸间谍战的 我发现做过 大概在我呃 陈水扁时代的时候 也是一样环球时报 也报了类似像这样电谍战争的东西 然后就两岸谍报 我觉得他是一个每一段时间 可能在两岸关系到了某一种 冰点或什么时候 他就会冒出头来 因为说真的两岸情报这件事情 他没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包括你说就算是马英九首位 两岸关系60年以来最好的 那个时刻上面 你觉得这情报账会停吗 我觉得不会 那另外呢 其实你说这中间有太多 你会觉得理想不透的地方 就像说其实他一直觉得 这些陆生呢 他是因为可能 因为我们这边 三千六步 就你又不能给人家打工 也不能补贴 他必须要有一些 也许生活上的一些这样津贴 所以这时候你可能给他一点 一些费用啊 或怎么样 他会愿意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基本上我觉得 因为其实台湾 对这个陆生的限制上面 他其实已经有一个门槛了 我觉得能够到台湾 而且他一定在去之前 他肯定就知道 有这个限制这么多嘛 所以他的环境 一定是在某一个门槛 筛选过的地方 你觉得他会不会为了 就三千块或者一万块 一万块钱 所以你要是考公员的话 对 你考公员 可是你要想想 他后续的 他不是说你 如果今天事件爆发 你觉得台湾政府会 给他什么样 你说可以让他留在台湾 或者干嘛 不可能 所以你正常来说 我觉得我自己啦 我不可能会冒着 我未来的这条路上 因为我始终要回到 中国大陆嘛 我会冒着这个险 去做这一件 其实台湾政府 可能会跟我切割 而且不可能保护我 我给他否认我存在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逻辑上 很多想不通的地方 我其实看到里面的时候 还有一些细节 太搞笑了 我觉得其实这个事 我刚刚看成一个 画边新闻的一个态度 因为你看 用美男子系 来去色诱这些 所谓的陆生 女学生 主要是公布那三张照片 也不见得有多美 对 我看那照片之后 我觉得 我当时瞬间震惊 我说这就叫美男子 那就太污蔑 台湾美男子的形象了 你看我们就光看 我的一个觉得罕见的地方 在于它一个是这个篇幅 你看头版 一板板 是吧 这是非常重大的新闻 按照我们惯常的 处理纸媒的一个方法 那另外一个呢 时间我觉得是存疑的 他说的是从09年到13年 这几年前 但是我记得第一批 去台湾上学的大陆学生 是一年才开始的 那前两年 是不是已经有开始 大范围的这个所谓的渗透 那如果没有这个大陆 去那边读本科 或者研究生的学生来说 他们的目标 到底是在什么群体 难道仅仅是这些交流生吗 所以带着这样的疑问 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位 曾经在台湾留学过的 大陆级的学生 那他现在呢 是凤凰周刊的记者 他是台北大学 公共政策硕士毕业的 马居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谢谢你接受 我们的现场连线 刚才我们说到 很多环球时报的这个具体的报道 其中呢 讲得非常详细 就是说 已经刊登出大头照的 那几个间谍 到底在台湾的大学里面 是怎么样进行活动的 他讲到的这些 用问卷啊 还有泡在各个大陆学生的 这些网络论坛 QQ群啊 就这些个手法啊 你在台湾上学的时候 有见过吗 或者听过吗 在我是2011年 作为第一批路生 来到台湾的 在此之前呢 大陆和台湾的这种 短期交换生 就已经非常多了 现在每个学期 大概会有超过万人 到这边来交换 所以偶尔会有 类似的经文 比如说有一些 看上去比较可疑的 行动比较可疑的人 就会主动来找你 靠近乎啊 主动找你聊天啊 说要提供你一些工作啊 希望你能够提供一些 大陆方面的信息 当然我们曾经在 路上圈子里面 曾经传过 有这么几个人 当时我们没有想到 这些人是间谍 我们当时会认为 这些人可能是诈骗集团 而且我们也听说过 有一些台湾的人 会通过一些手段 去骗大陆学生的钱 财务 这样的行动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 这样的消息之后 就马上和这些人 就断绝了来往 这一次这样的新闻 出来之后 我也觉得挺惊讶的 但是后来想想 搞不好当初 我们判断成 那个大陆集团的那几个人 搞不好也就是 间谍是吧 对对有可能 你震惊的地方在哪呢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会一直会说 带我们出去玩 因为会提供一些车辆 然后会提供一些 类似打工这样的工作 然后 因为路上在这边 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学生 是没有打工权的 所以对于这些 相对一些家境 稍微可能比较 拮据的同学来说 这个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但是后来因为 也有台湾这边的老师 一直在帮我们 跟我们讲 会不会说 你们遇到这个情况 有可能是诈骗集团 因为台湾人可能会觉得 对诈骗集团比较敏感 因为这个地方 诈骗的情况会比较多 所以他们在这方面 可能会比较敏感 当时我们就并没有 往政治上面去想 现在想来挺后怕的 因为看到 环球时报这个新闻 所以就根据你的体验来看 就环球时报的这个报道 真实度还是挺高的 我可以这么下结论吗 因为我今天看到 台湾的媒体的报道说 但是我现在不能证实 这个报道是不是真的 就是里面的 所谓的一个间谍性 姓台的那个人 那个看上去像是一个假的 姓台的那个人 好像被内部处理了 哦 台为光 对 好像是他 就已经被内部处理了 所以这个 如果这个新闻是真的话 那这件事情 应该就是真的了 哦 我知道你是 11年去的台湾上学 那毕业之后 大陆有关部门 有约见你吗 就是会不会不太放心 你在台湾做过的 看过的 见过的事情 有真的向台湾 国安反映的这样吗 因为我是北方人 然后我是从厦门出去 主要负责我的这个 这个 主要就负责我这一批路上的 这个工作的是厦门采办 但是我自从出去之后就 没怎么回到厦门 所以这方面还没有 哦 没有见到过 嗯 马俊小文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 你在台湾的时候 就是台湾的学校 对于这样的一种事件的看法 是怎样的 他们会阻拦你们去跟 这样的人接触吗 比如说 他们会有一些 所谓的警告或警示 这里面会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台湾的官方 尤其学校 它会组织一些 两岸学生的交流 甚至会组织一些 专门针对路上的一些交流 我曾经 有朋友 有同学 路上的同学 去参加过台湾陆委会 官方主办的一个 类似台湾民主研习营 这样的一个活动 当时这个营的 主要的负责人 就是最后一天 进行主题演讲的负责人 还是前段时间被传出来 可能是共敌的张写药 这件事情还是蛮有趣的 所以这件事情 是不是两岸在进行一个 类似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攻防 也是值得关注的 因为一个月前 张写药这个案子刚刚传出来 那就是你们在台湾上学的期间 会不会有一种担心 就是因为外界也流传着 如果你以后 要去大陆做公务员的工作 势必要是非常清白的 就是跟所谓的海外势力 要是完全断绝关系的 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心吗 如果我在台湾流过学 以后回去 可能有些工作 我是做不了了 实际上对于很多像我是过来那些研究生的 对于我们过来的时候 大概已经二十五六岁了 所以那个时候 心智也比较成熟 既然来了 既然知道这边有三线六部 既然知道回去 可能工作在各方面 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或者 这个大家也是 怎么讲 愿赌服输或者说 我之前都有过心理准备的 所以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会产生很抱怨 或者说很不理解吧 我们也理解就是 国家安全工作 在这方面的重要性 所以对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并没有太多的抱怨 都觉得到这边来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而且据我观察 来台湾的学生 绝大绝大绝大部分 都是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的 到这边来 可能是对吃喝玩乐 会对这个 一些东西 美食 对这些东西 可能会比较感兴趣 小说对政治感兴趣的呢 可能也就是 看看台湾这边 特有的一些选举文化 一些特有的一些情况 而且并不是每一届路上 都能赶上选举 因为大概四年一届嘛 所以其实 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倒没有非常担心 然后出来之前呢 也会被 尤其是交换学生 他们是有学校的嘛 在大陆是 自己是有学校 有组织的 来之前呢 也可能会接到一些通知 所以他们在这方面 也会比较保守 所以我还是 对那个 报道里面出现 那个女生 甚至她几次出境 为台湾间谍提供信息 这件事情 我是非常不理解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她要这么做是吧 我最后一个问题 你刚才说到 在去台湾上学之前 有些部门 会有一些叮嘱是吧 她具体会叮嘱什么呢 就会叮嘱 就是尽量少碰政治的问题 因为这个 并不是所有学生 对两岸的政治都很敏感 怕你万一有失言 可能会 对两岸关系 产生一个 不良的一个影响 因为台湾媒体 很喜欢放大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也并不是 所有的学生 对两岸的这个文化 产生比较大的 就有 就有比较深的了解 我是从厦门出来的 所以我还了解一点 但是可能 其他的同学 可能过来之后 他可能要 从妈祖是谁 都要重新开始学起 你很难 你万一就是 我们就怕 万一你对这个文化 不太了解的话 你到这边来会 说一些冲撞台湾人的话 所以在这方面 会有一些培训 主要还是以尊重台湾人 为这个目的和前提的 对对对 是吧 就怕会说到一些 这个影响到两岸 人民情感这样的话 所以这方面 还是善意的 好的谢谢 谢谢马军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 分享和观察 谢谢你 马军再见 谢谢 再见 好 这个马军 其实也是做媒体的 现在凤凰周刊 做记者 他讲的最后一个 说学生被叮嘱 说不要去 去有些 可能是冲撞 因为你两岸文化的差异 跟我们理解的 可能对于政治方面的 这个提醒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之前 讨论过蔡博易 是吧 他去选 淡江大学 这个学生会的会长 那也是引起了 非常大的一个波澜 但是不知道 前面的叮嘱 你真的实地在台湾 你说耳濡目染 几年下来 是不是这个思想观念 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我以后我也就不听你了 我该喊民主 我就民主 我该参加政治运动 我也就去了 这个确实不得而知 那倒是这个台湾人 自己是怎么看的 是不是都是吃喝玩乐 别的都不太理 这个所谓的窗外事 这可能我们还要 再考察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等会儿再请佩芬 和我们场外的 另外一位将军 这是台湾退役的 一位中将 两位台湾人士 一起来带给我们一些 台湾新鲜的观察 三天花新闻 稍后继续 U Radio News and Music 好的 欢迎回到3D话新闻 我是凡素 我是张维 我是佩芬 昨天环球时报 头版头条报道 台湾界点策反大陆学生的报道 经过一天在两岸三地全面发酵 那么紧接着我们来连线台湾前国防管理学院院长 陆军的特异中将 也是前立法委员帅华明将军 来听听他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事件的 帅将军你好 你好 经过一天 昨天我们都看到台湾媒体似乎没有特别的关注 这样一个所谓的策反事件 那今天我看到台湾的国安局陆委会 还有几个学校 甚至几名立委都是有反应的 尤其是国安方面的反应呢 我觉得帅将军咱们可以来重点分析一下哈 他前面的就是否认说我们从来没有在学校里面 从事这个情报工作 但是呢 后面还所谓有一种倒打一耙的这么一个意思 说这显示大陆在钳制人民言论和行动自由 因为呢 中共就要求陆生在返回大陆之后 必须向学校有关机关来报告 帅将军想请问您 就是您怎么样看待这几方的这个反应 那这几方的反应 他能不能从一定层面上去佐证 环球时报 他这样一个报道的真实性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 如果在两岸的大议题上面来讲 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议题 你当两岸和平持续发展的话 这种两边互相搞这个 吸收间谍人员的作为 都不是让两岸人民喜欢所乐见的 但是这个消息是不是能够查证的 很确实我们还有待观察 不过就这个事情的本质来讲 情报人员 如果说因为国安局跟这个调查 国安局它的层次 不会做这么低层次的情报工作了 因为留学生能够拿到什么样的情报 或者是红头文件 这些东西都不太切实际的 但是你就长远的看 我今天培养一个完全吸收的 潜伏多少年 将来在中国大陆担任 高官高职 就跟当年蒋中正身边的二兵 作战市长都是总共吸收的 那又不一样了 所以我基本上来讲 这个事情 我觉得双方的情报单位 都有互相刺探的行为了 今天讲老实话 他来的路深 他会很容易感染到台湾的 民主氛围了 或者他比较喜好的这个东西 同样的台湾老不幸跑大陆去 大陆的政策也是让两岸人民多了解 什么血浓于水了 两岸一家亲了 这种都算是可以接纳的幅度 就是说这边 希望说将来回去能够带给大陆一点民主的气息 这个都是属于国家正常的一个现象 但是说要真的是刻意就强调他去收集什么 红头文件的话 我想你路深毕业到大陆 不管公务机关一般社会 他都属于蛮低沉的 拿不到什么东西 就算你拿到红头文件看 官方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都还要评估来 所以就很多的这个疑点 有一种说法就认为这是大陆官方 对张显耀的这个案子和马英九 在双十讲话的一种抱负 说这其实是传递一种信号 越来越收紧强硬 这个说法也有相当的 这个所谓应景的可行性 因为两岸关系发展到现在 张显耀被扣为红帽子 当然是涉及到岛内蓝绿 都真的喜欢给对方扣红帽子 这个习惯 所以媒体就比较喜欢这种新闻 但是台湾很多老门还在怀疑 张显耀可能被吸收为间谍 这个问题法院还没有判决之前 事实还没公布之前 大家都是存疑的 所以上一次习近平发表一个强调 一中把九二共识搁在一边 这也可以带到可能是一个 上下的一个动作说 对台湾的一个有点紧缩的 其实上两岸和平发展 我想大陆有些人是已经觉得 有点不赖发的 就是说弄了个半天 没什么成果 所以当然这边呢 台湾的问题也是选情的紧缩 那么蓝军也感觉到 满受这个石油风暴的 这些问题造成选情 所以台湾对这个的关心程度并不高 就说其实谍战的新闻 在台湾普通老百姓心中 它的市场并不大 不大 因为你也晓得媒体 尤其是台湾的媒体 语不禁人死不甘休 捕风捉影的事情 都可以把它弄得跟天一样大 那问题是 环球日报资料查证 是出自于官方的提供的 官方 他说国家有关部门拿到的材料 官方可能有 我给你讲官方像这一类的信息 那台湾的公安局里面也讲大陆很多交流 团体来的 有很多身份 不是他表演报的身份 也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都是跑来互相了解 讲得好听了解 讲得不好听也是刺探 所以这种行为 我觉得都是无伤根本大雅的问题 这种台湾有的基层的情报人员去打听 或者说这个东西争取一点绩效 这个在高层的情报单位来看 那种没什么价值 没什么价值 好的 谢谢您 谢谢帅将军的现场联系 谢谢您 好了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采访的是 来自台湾前国防管理学院的院长 陆军退役中将 帅化 民将军 他说的 在台湾这种谍战没有什么市场 跟大陆那就不太一样了 大陆我们看之前这个冰岛的间谍案 我先不说别的 就说咱们那集节目 你光看他的点击 就是比一般的这个节目点击就是要高一些 可能因为报的机会比较少 大家会有一种 这种所谓的信息即可就出来了 你一旦报出来呢 他在社会上引起的这个舆论反响 我猜测啊 应该可能要胜于台湾 是不是 我觉得其实大陆方面 如果面对这种谍政啊 其实本来就很感兴趣 你看如果说拍个电影 拍个谍战片就很火 而且看这种新闻就会 对就更加的这个感兴趣了 而且我看到这种谍战的话 首先就觉得 怎么会这样 原来是有这样一群人在做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台湾是不是真的有一种指向 或者是什么样的 那其实大陆会有一种情绪化的反应 很多网友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 你说台湾没有反应 其实不会 刚刚樊叔一开始提到说 在媒体的篇幅上面 自由时报是甚至用社论来做 他非常重视这次 他最后的结论很有意思 他说最后呢我们摆铺不面的结论就是 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与之打交道 凡事要被加小心 所以 他的结论 所以你说怎么会没兴趣 你说这件事情在这个时机点 带一个到可能将近 可能剩下一个月不到 就要马上要进入九合一选举 这个时间点上 他肯定是绿营人士 可以拿来操作的一个东西 可是刚刚孙将军讲到一个 就是说 当然可以理解 你说我们现在会有疑问就是为什么找这些陆生 陆生不会有接触到什么重要的文件吗 但是刚刚孙一提到 他是一种 长期的培养 可是如果 如果你说用 还是用一种正常的思维来讲 你用培养的话 你会广发英雄铁吗 我一定是挑 去观察 去挑一些 有可能 然后是精英就适合做间谍这个人 而且你要真的去选的话 他身上一定有他的弱点 比如说马军讲的 我比较穷 我也没有打工的机会 是吧 对或者是我真的找了什么 像金城武 或是那样的帅男 那种美男子美女技 可是不是 你不可能 你说 台湾如果真的过来去干件事 我在陆生 我就广发英雄点 大家有没有兴趣来干 那真的说真的 尤其是在你政治敏感度比较低的时候 没错 所以我觉得正常 你说一种专业的谍报站 他肯定是 找到关键人物 你说 当然我刚才也提到 两岸谍报站 这从来都没有停歇过 可是你说在已经曝光的一些 你说在中国大陆 在对台湾的这个情报的 你刚刚我们整理一些 你说姑且不论张贤耀 到底还是不是 但张贤耀是个什么人 他是两岸谈判的代表 那如果他真是抓到关键人物 第二呢 另外一个 很多的这些爆出来的 就是被渗透 其实都是台湾军方的 退役的 或是现役的 就包括有一些中将 这种都非常高的 所以你说 做谍报站 你当然是要找这种 直击都到 真正可以拿到这些 就是高级人物 对你怎么可能就是 广发 校园太low了 对所以 你就是在这种 谍报站的层次上 如果说好 这是真的话 那我觉得台湾的 这个情报工作 天哪 我也要捏一把忍汗 真的 没有 其实我看到 里面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问题 你看 有的时候我们说 这个建立案 它这个是属于最初级的 而且它这个预算 就白扔了 像你说那些学生 他能拿到什么文件 而且你就算 说长期培养的话 那你长期给人钱 那我就这个预算大法了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 你真的是 如果说通过这种 色诱 或者说这种 财力的这种支持 那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低级的一种形式 其实你应该去 比如说有些人 意识形态 确实发生了改变 其实你发现 两岸的这种间谍的事件 也是在之前发生过的 但是最可怕的一种类型 就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转变 或者因为他这无法 看到很多将军 为什么会测变 或者说有些测反的行为 是因为他的无法急增了 他对于这种 意识形态的一种辨别 好得 我知道两位的意思了 就是说呢 环球时报的这个报道 可能是确有歧视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也凸显出这个台湾 谍报站的水平之低 之拙劣 但是我这有一个数据 就是这几年 台湾人被大陆测反的 和大陆人被台湾测反的 你从数据上看 这是苹果日报整理的 那明显是 台湾报出来的供谍案 被判刑的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 14年就有1234 这里有五起 从2月到9月份都有 那都是一些什么 海军前上位啊 前少将啊 严重的就是判18年 这是军情局的上校罗奇 向中共提供 台湾情报局的名单 判了18年 比较低的呢 就是这个判了10个月 这是海军的前上位 卢梭军 吸收军官 加入共产党 10个月 那大陆方面的 05年 06年 有基本上呢 是专家 物理学家 或者这个设计师 就是他们 也是为台湾军方 来搜集 这些所谓的军事 和一些专业方面的 机密的消息 好 那光从数量上看哈 明显是台湾揭发的 数量要多 可能藏的不太好 如果是表面印象的话 但是事实 是不是如此哈 这个两岸的谍战 他现在的密度 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等一会儿 也来请教一位 大陆的军事问题专家 赵楚老师 放电话新闻 稍后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u Rad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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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Than Radio 好 欢迎回来三地话新闻 我是凡素 我是成为 我是沛芬 刚从我们连线的这位 台湾的帅话 民将军陆军的退役中将 他就说到哈 如果真的是 环球时报的报道 是确证的话 那也说明 他们吸收的 这样一些所谓的间谍 层次比较低 那国安局呢 是不会做层次 这么低的事情 但是不是说 这些学生们 它真的就没有任何的价值 是不是像帅将军说的 作为长期的培养对象 它就是有它的意义呢 我们紧接着也来听听 大陆的军事问题专家 是怎么样来看待 这样一个事件的 赵处老师你好 你好 刚才我们说到 台湾的也很多的声音了 当然有一种声音 就是认为 似乎这样的手法 显得不是非常的高明 培养学生的话 那我首先想请教你 您怎么看 环球时报的这个 报道的可信程度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 培养这些学生 它的价值和意义在哪 首先啊 就是这样的事情 从环球时报的报道来看 按照过去两岸几十年 这个情报斗法的经历 应该说它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因为这个两岸之间的关系 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就是两岸这种发展经济和人员交流 两岸人的两岸这个人的人员的来往 那另外一方面呢 两岸毕竟在政治上 特别是在军事安全方面 应该说目前还没有一种互信的结构 也没有一种很稳定的 有保证的一种安全的框架 或者某种这个协议啊 等等这样一个框架 因此呢在安全上互相会做日常的功课 日常的工作 特别是在和平时期这种情报的作业 我想是一定会有的 那么因此呢 至于说到它报道的这种情形 那从过去两岸的几十年的情报斗法来看 也是比较常用的手法 就是通过这个人员交流的过程中 那么去做一些这个人力传统情报的这个发掘工作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里面 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说 台湾的情报机构是不是在发展 这个大陆去交流的人员 或者说大陆的这个安全机构 对于来大陆的台方人员 是不是做了什么工作 我觉得这个倒不是重点 按照我的观察 我觉得这里边 最真正值得注意的是 为什么大陆在这个时间来公布这个事情 是 那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全球范围内 是两岸也好 还是在其他的这个国与国之间也好 情报作业是经常都在进行 那么可是间谍的揭露 或者说对这个情报作业的这种揭露 它本身往往不是一个情报工作的需求 而是一个双方的一种政策互动 或特别是政治政策互动的一个需求 因此我觉得环球在这个时候 接触这样的事件 可是可能跟两岸之间的情报作业 斗法没有直接的关系 可能更多的是跟这个大陆 对岛内某一些政策 或者说政治上这种不满意有关 那么需要通过揭露间谍案这样一个方式 来发出一个信号 是 有两种猜测 一种就是说 是不是对张显耀的案子的暴露 和马云九双十讲话 讲到民主啊 人权啊 对大陆喊话的这样一种不满意 算是一种报复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跟大陆本身 他们正在进行的在 一连六天吧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他们有审议很多项的法律草案 其中有一个就是反见点法 反恐怖主义法 所以呢 那这种猜测就认为是不是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呢 是在为了反恐怖主义法通过来进行铺路 那您怎么看这两种分析 首先这些分析都一定的根据 但是我觉得都是比较模糊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知道这边大陆这边决策本身 是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微妙的一些政策的决策方面 它的具体过程其实我们谁都没有证据 所以换言之 这些分析 很可能都是一种很主观性的东西 我个人倒觉得 这件事跟您刚才讲到的修法立法 应该说可能直接的关系并不太大 相反我们从过去一连串的事情看 这一类牵涉到台湾 牵涉到港台的这样一个政策 可能更多的跟 直接的港台事务有关系 那因为你刚才提到了就是马英九的一些政治上的表态 那么其实在双手讲话之外 我们看到包括前一段在围绕着战中这个事情 岛内也有一些政策上的表示 不仅是政府 岛内的普通民众或者说学界 他也有一些表示 那这些我想可能都是北京所不愿意见到的 因此呢通过揭露间谍案这样一个方式来重新 把两岸在政治上处于极对状态 这样一个事实摆到公众面前 来做一个内部的动员和歧视 我想这个是可以被理解为 对对岸一些政治上不友好言论的一个所谓反击了 好明白您的意思了 谢谢您赵处老师 我们今天就连线到这 谢谢再见 好我觉得我能够理解赵老师他的一个逻辑 因为环球时报 他本身这个报纸非常的特殊 他尽管是一份市场化的报纸 可是呢他又是属于官方人民日报旗下 所以呢很多的港台媒体和外国媒体 都把他视为中共政策风向标 所以呢这份报纸非常奇特 你看他经常有很多的独家的信息源 当然他自己胡锡进总编辑本身 他说我们并没有任何的特权 可是你在实际操作当中呢 又很难没有这样的怀疑 因为很多起的重大事件 包括一些对外的国际方面的新闻 他们似乎都是走在中国大陆所有的市场化媒体的前列 所谓的煽动一种新民族主义 那这一次如果是从他信号来说的话 大家可能有刚才赵老师这样的一种逻辑联想 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 对不对 我觉得其实你是他属于人民日报旗下 在人民日报的这种框架下 其实大家会思考认为他就是一种官方的发言 无论他是市场化的还是怎样的 他的一部分的这个采编人员 他就是有这种所谓的这种政治的敏感度 或者他接触的这个平台跟普通的报纸一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环境时报 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经常看的环境时报 我觉得环境时报他报的东西很多 那也会了解 就是他可能是我们去看的国外 或者看到一种全球全世界的一种新闻的一种途径 那其实除了环境时报参考消息 都是我们经常来去了解 国外发生什么事情的一种唯一的图形 我觉得其实在这种程度上 不过刚才老师有讲到说 他可能比较多是从政治上的 这个实际点上比较多的政治含义 我觉得确实也是 因为你说在这个实际点上做这件事情 你摆明就是很不满意 马英九的可能政府到现在 也许处理两岸关系上 或者是他的整体的一个表现 因为说真的 我觉得在马英九2008上台之后 你看现在又适逢九合一选举 对吧 所以你说这实际点上 你会感觉如果说丢这东西 感觉好像马英九 你不是说你在两岸上面是一个有成绩 可是为什么到现在变成这样 其实他很容易被民进党拿去做文章嘛 可是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其实你能理解就是 这一路以来 中国大陆真的在两岸的东西上面 可能包括FR或是这些 他其实觉得真的让利 做得非常的多 可是你看整个 你说我们之前也讨论过 整个对你说台湾议事 或者是说对于这些两岸的 这种民情的一个反应 他确实好像不是觉得 因为你让利 我们就应该再更亲密一点 更进一步 整个风向没有 预预其中的这样的一个顺 然后另外我觉得 现在几个一个问题 就包括香港最近的这个问题 然后再包括也许新疆一些问题 我觉得在这上面 他必须要在台湾上面 确实要有一点表态 甚至可能是要强硬一点的表态 那包括你刚刚凡处你提到说 他的双十讲话 因为讲到说马英九有说 先让一部分的人先民主起来 那这一部分的人 他可能不见得是香港人 他有可能是陆生 我先让你在台湾感受一下 先民主起来 依据你带着这种民主的氛围 你去带回去 那其实我可能针对这个重点 那这次可能这重点就是讲 这陆生渗透 可能也是提醒这些陆生 你可能未来你说你在选择到台湾去交流 然后再回来 我觉得你可能在这方面 可能都要多想一想 然后另外我觉得 在台湾你说从这件事情再看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东西 也是可能未必一定是间谍在 就像我看环球时报里面 有提到说这两个间谍里面 他有一个 因为他以自己家族去经营生意的 这个想要拓展大陆业务的这个理由 所以希望陆生帮忙收集一些 关于可能大陆的一些经济政策 或者是一些时事的一些 政治上的一些什么样的 新闻 新闻 你会觉得 动向 对就像可能凡事你们会觉得 这种东西你们上网早就有了 对啊 网上都写了吗 可是我作为一个台湾人 我真的举实力 你说我可能真正来到这个 凤凰这个平台 或真的在跟你们真的这样 共事相处之前 我在台湾就算看到大陆新闻 我可能对他是没有感觉的 我有一个就指最近一个例子 我前几次 前一次回台湾呢 我有一个可能长辈的朋友呢 他就在想说退休嘛 想说可能可以到中国大陆做生意 然后到做生意 然后他想说 山西嘛 这矿产业非常非常的发达 他觉得可能去那边做一下 那可能我听我爸讲说 他们就觉得可能到时候 就可能一些关系打一打啊 就可能到时候 这机会还不错 把他想的很简单 对很简单 就这么直接 就包括可能其实在那个时间点上 已经太多太多山西官员落马的 新闻都已经出来了 你想对他人 他还是这么简单 就在可能去那边有矿 可以做 然后我们打通一下 关系可能好了 可是这时候我就跟我爸说 你去提醒一下那位叔叔 你真的 你叫他 你知道现在中国大陆 打的最凶的地方 是什么地方 最盘踪错节就是神奇 然后你知道现在在反腐吗 对 你不要觉得 现在还是那个所谓 打通一下关系就没事的 可是你觉得这个讯息 对他来说 他 平常没什么机会去 去掌握到 没那个敏感度 可是你看我这样的可能我因为我的工作环境 可能我把这些讯息 我有自己的感受跟整理 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实用的兴趣 我觉得有很多的台湾人 一说着 我觉得你可能是下一步说编的对象 这也顺透回台湾 可是你说其实对于一些可能想要去大陆去做生意的人 他可能需要有这样的一些 也许了解中国大陆人 去帮他做这样的一个有系统 有了解的这样的资讯分析 对 是有鉴别 筛选的 他可能真的是需要的是 所谓我真的没有太多 我就是商业用 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 可是因为在这个实地点上的敏感 这些接触 我觉得有些时候也都会是比较被扩大一点 这个非常有意思 你就像咱们自己 比如说我喜欢看媒体扎记 可能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的 他会帮你去辨别去筛选 到底哪一些是重要的 哪一些可以传递什么样 你可能看不到 没有发现的这个信号 确实做这种 看起来刚才帅江泽 这样的比较低端的工作 原来他也是有价值的 我同意配分刚才的这个分析 好 我们三条话新闻再稍微休息一下 目前两岸的这个情势 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大的这个逆转 根据现在环球时报报道出来的 在外界看来很有指标性的 这么一个新闻来看 我们最后一盘来聊聊这个 欢迎回到三条话新闻 我是凡素 我是盛文 我是佩芬 有人说啊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 昨天用头版头条的方式 报道的大陆学生被台湾间谍策反的案子呢 就标志两岸关系 从一开始的蜜月期到冰冻期 进入到一个所谓的敌我状态 可能有一些夸他习持 但是呢 如果我们梳理历史 你不难发现 这些在间谍案方面的文章呢 确实能够反映两岸关系 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比如说在99年李登辉在抛出两国论的时候呢 令到两岸两会商谈中断 北京呢就高调的宣布破获解放军中的台谍刘连坤少将的案子 03年陈水扁宣布第二年将举办公投 所谓的改写历史又提出一边一国的口号的时候呢 年底北京就公布八名台湾间谍在大陆落网 这次情况呢也非常的高调 是吧 环球时报你看他现在的报道的方式 而且两天今天我又看到有一半的版面 同样是报道台湾媒体台湾民众对这个事件的反应 那可以说呢这几次情况呢都是非常类似 都是借着这个台湾的间谍案来敲打马英九 敲打台湾政府 但是一方面呢你又能够看到出 似乎还是有一些的善意啊 尽管说起码会破局 马英九做了那么多的工作 他都是无功而返 但最后还是让你消满场去嘛 还是在APEC上面是有一个会面的 可以说呢你如果用几个字来总结的话 就是一手软一手硬 可是你凡数刚刚你漏掉一个东西 你说那个时间点上它确实是 可是为什么这些间谍被抓 就你可能这是才是一个重点 为什么你说李登辉讲了这两国论之后 这个间谍都被抓了 因为后来中国大陆就是有说 就是有台海飞弹危机嘛 就是他说如果这样 我可能到时候可能也许会有这样的可能 然后后来李登辉就说不用怕 那个是空包弹都是假的 然后大陆就觉得 你怎么知道我会发空包弹 一定有间谍 好了就抓了一个 所以他们是被曝光 具体执行的人比较蠢 就是帮你 然后另外2003年你说陈水扁大使也是 你说为什么他讲了这个东西之后 为什么就一堆一堆的这些台商间谍被抓呢 是因为他在选举场上很清楚的讲到 中国大陆沿海的对飞弹的布局 哪里有几颗 哪里有几颗 那中国大陆一听到说 你怎么知道我这边布局这边几颗 那肯定有间谍 好了又抓到了 所以你会发现 我说之前我也提过 做台湾的间谍有时候真的是非常辛苦 因为你本身一定要做 做哪个间谍都辛苦 特别辛苦是因为为什么你本来 我们应该是很努力的在保护 掩饰这些身份 可是只要是台湾的领导人 在选举场上会突然间心情绪一来了 就曝光一些东西 一犯权底下的人就遭殃 然后被抓之后 可能还要做一些 就像我记得我之前讲过 陈雨扁这个一曝光之后 这些台谍被抓之后 吴淑珍还说 那个是假的 这是演戏 哪有那种被抓出来 还要在中央电视上面 然后还要认罪的 你看这就是大陆的做法 台湾人不理解 可以去拿什么最佳金马奖男主角了 可以去入围了 奥斯卡 我觉得其实做台湾间谍 我觉得还是比大家都辛苦 好吧 但是你说这个事 对马英九 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吗 我今天看明报的一个评论 孙嘉业先生写的 他就说呢 其实他大陆的这样一个做法 可以说是一石数鸟 首先大陆表示理解 因为马英九近期的言论 可能是因为选举的压力 他才这么说 而且过去呢 就是为两个关系平稳 而委屈求全 这是马英九过往的这个做法 说大陆表示理解 所以呢这次他进行报复 就是成全了马英九 你希望在台湾民众心中 树立一个 其实我不轻忠 这么一个形象 他这个目的达到呢 那另外一个呢 也对国民党敲响警钟 第三点 更对以后台湾的执政者 是立下警示 你看 其实我们都知道 只是我们不说而已 我觉得这个分析还是挺在理 其实两岸的关系当中 你一直发现 其实经济方面还算热乎 但是政治方面 的确会因为一些敏感的时间点 而导致一些 所谓的一些消息爆出来 那其实这次爆出来 这个毋庸置疑 我们很多人都认为 它是一个时间点的 一个敏感性 它是因为这个时间点 所以才去爆这样的一个新闻 它可能会后续为了某些事情 或政策的一种铺路 或者说是对于 某些言论的那种回击 但是你看 其实大陆平时也肯定知道 台铁肯定会有的 但是呢 它平时就不会特别 爆出这样的消息 而在这个点爆 那我们会发现 其实你说第一批路声 他回来了 那其实也是有带着一种 所谓 我觉得肯定会受起影响了 他们的一种想法受起影响 那回到大陆之后 那肯定要说 那你第一批路声回来之后 你不要对我这种 所谓的这个社会经济生活 或造成一些 所谓的一种态度上的影响和变化 这个具体的影响 现在好像还仅仅是官方层面 目前只是官方有一些否认 或者怎么样的一些表态 但是到民间层面上 是不是让所有的大陆学生 都有一个 心里可能悬了一把剑 就是说有些东西我碰不得 有些东西让我知道 原来还有人在做这个事情 说不定也是一种开阔 另外一种开阔眼界的方式 对不对 我最后补一个好笑 我觉得如果要这样讲 其实看见台湾这个纪录片 也是间谍片 因为他让 为什么让 因为让大陆人发现 他原来在阿里山脚下 那个地是空的 原来他们在中横走的那个路 下面是用货柜垫出来了 这不是泄露台湾的土地机密吗 那路客都不敢来 我觉得这也是间谍 你说这个间谍 真是方不胜防 可能我们每个人心中 就像环球时报 之前在冰岛 驻日本大使的那个案子 爆出来 给所有人提醒一样 我们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 可以被利用的这个价值 当然了 你决定做还是不做 还是取决于你自己 可能就像这次新闻当中 很多人也说过 我是有被一些人接触过 但是我心里就非常的明确 还是不要来找我 大家也都知道 做间谍的 你看佩芬讲的 很多人都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未来的命运和前途 但是你一谈深险 你可能一辈子都不能拔出来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3D化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是凡素 我是双文 我是贝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